我們先來看我們的副總統是怎麼樣回應高昂的尤家的 你買不起汽油養車啊 連去超市買菜都油價都付不起啊 連開車送小孩上學的汽油都買不起啊 怎麼會這麼好笑 很好笑嗎 他們要的只是你閉嘴 你人生當中的災難是他們的娛樂節目 他們在嘲笑你 他們嘲笑你很久了 他們要你閉嘴乖乖聽話 加入他們的共產國際當一個奴隸 拜登其中一位顧問還上CNN 他們對於現在的油價通貨膨脹的議題 躲都不躲 連假裝都不假裝一下 連花時間騙你都不願意 他說 對啊 我知道油價很高啊 通貨膨脹很嚴重啊 但是你閉嘴好嗎 建造自由世界秩序才是最重要的好嗎 What do you say to those families who say listen we can't afford to pay $4.85 a gallon for months if not years This is just not sustainable 我说的,你会有一个总统的总统的总统, 你会有一个总统的总统的总统, 你会有一个总统的总统, 这就是要求我们的总统的总统, 我们必须要站立的总统, 但是,在同时,我会说到这家人, 你会有一个总统的总统, 你会有一个总统的总统, 在其他人的总统, 要把这些价格的增加, 我们会有的总统, 我们的总统, 我们会有一个总统的总统, 是要做每个人的责任, 我们也要提醒了美国人, 即使我们在这种挑战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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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会有历史的经济运动。 嗯,yeah, 现在很多左派的人想要说, 那个顾问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们指控我们这些保守派, 还有基督徒, 说我们都是阴谋论的信徒, 我们会觉得有什么兽, 然后还会有什么什么兽印, 还会有一个跨国际的超庞大的政府, 想要掌控全世界。 然后他们在我们的独立纪念日上面说, 这一切都是为了自由世界秩序, 或是什么新世界秩序。 这个世界绝对会有一个秩序, 只是这个秩序是什么? 自由世界秩序里面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只要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想要杀婴儿就可以杀婴儿, 想要犯奸淫就可以犯奸淫, 想要吸毒就可以吸毒, 想要打杂抢就可以打杂抢, 还是自由地管理自己的情绪, 自由地追求幸福, 自由地做最好版本的自己。 每个人都同意, 这个世界是要有秩序的, 只是这个秩序到底是什么? 这个就是左派跟右派最大的差别。 夏天是不是太无聊了呢? 是不是想要找一些合家欢乐又有意义的活动一起做呢?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Impact Harvest Church, 邀请你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参加圣夏圆游会。 在7月10号上午11点到下午4点, 今年的主题是仲夏之梦, 想要帮助更多的人可以找到他们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他们造物组, 创造他们时候的方向, 让人活得可以更有意义, 更有目标,更丰盛。 Impact Harvest Church, 欢迎所有AI News的观众西家带卷来参加。 有丰盛的食物、饮料, 还有大人小孩都爱玩的各式各样的活动, 包括现场乐团演奏, 还有抽奖活动。 我在这里真的是说不完。 因为我当天也会在, 因为那就是我的教会。 地址是140 West Lime Avenue, 摩托比亚,California 91016。 详细情形换一道Impact的网站, www.loveimpact.net, 来了解更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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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